他用一己之力揭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用坚定的目光与日本对峙 成功出版南京大屠杀 为30万同胞讨回公道 然而他本人却遭到了日本的报复 屡屡遭受骚扰威胁 36岁就金属不住压力 一旦自尽 在他事实后 美国230多家媒体为他集体致敬 中国同胞失声痛哭 他叫做张春儒 这是最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 如果你刷到了这个视频 请停留几分钟 了解这段沉痛的历史 其实张春儒并不是中国国籍 他是美国籍华人 出生在美国新泽西 而他的父母则是来自江苏 父母亲都是非常厉害的生物化学研究员 在美国的界内都颇有影响 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 本应该有幸福的生活 广阔的人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改变了张春儒的一生呢 这个转折点 在张春儒的祖父 张铁军的身上 张铁军是我国的一名抗日将领 更重要的是 他是曾经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 正是因为从祖父身上 得知了一段残忍的血泪事 才让张春儒做出了一个决定 1937年 日军冲进南京城 在城内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屠杀 他们用刺刀刺穿百姓的身体 让妇女遭受惨无人道的领辱 孩童被掠杀 江水被染成了红色 日军的一桩桩罪行 并不是能用冰冷的文字书写的 更重要的是 关于这段历史 曾经日本人不但否认 还肆意扭曲 而在美国的历史上 也从没有提及过 日军屠杀中国人的事 以前他倒是听说过 祖父曾经逃出那座人间地狱 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他 并不能对此感同身手 张春儒在美国学的是新文学 并且顺利拿到了学识学位 不过张春儒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 那就是写作 就是因为这个爱好 让他毕业后就选择了当一名记者 随后又攻读了硕士学位 正是开启了自己的写作之路 在他的眼里 写作并不是将华丽的磁藏拼凑起来 而是要用来传播社会的正能量 这才是写作的意义 然而就在1994年 因为一张照片瞬间让张春儒震惊了 他偶然间看到了一张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日军正在用刺刀作恶 丝毫没有人性可言 这一幕深深刺激到了张春儒 短短的震惊过后 随之而来的是滔天的愤怒 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当年在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屠杀 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残忍 于是他开始四处搜集资料 想要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 不过此刻他惊讶地发现 在西方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少之又少 甚至根本没有人知道日本的暴行 这所有的事件都让他无比愤怒 只不过他却无法抒发 于是张春儒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将日本的暴行公之于众 他是人们口中的先生 千万国人心中的悲痛 年仅25岁 却敢公然对抗整个日本 用生命为30万中国同胞讨回了公道 张春儒后来在采访中说起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 在他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 却发现在西方的记载中 并没有日军在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事情 在国际舆论上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日本的行为 所以张春儒打算用自己的力量 写一本揭露日本侵华最新的书记 想要揭露罪行 第一个要收集的就是证据 随后他就踏上了寻求真相的道路 张春儒先后走访了北京 上海 杭州等地深入调查 随后又出发去往南京 先是寻找了很多老人 找到了不少幸存者 光是听老人描述是无法完原整场事件的 张春儒又去搜集了东文 德文 英文 日文等相关资料 又找到了不少没有出版过的日记等 在查找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的过程中 他偶然发现还有几个日本二战的老兵还在人室 于是也辗转找到了他们 经过多处资料查找 最终差不多还原了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一边记录一边整理 每每看到那血腥的一幕幕 都深深刺痛着他的心 因为想要揭露事实 就要将日本恶心的整个过程 一字不落地写下来 而日本施展的种种酷刑 对他来说 不仅仅只是残忍二则就能形容 受刑者是我们的同胞 那些血淋淋的史实 每张画面都让张春儒泪流满面 有时候他被气得浑身发麻 整晚做噩梦 甚至在失眠的夜晚精神恍惚 但越是这样 他越是要告诉自己要坚强 要揭露日本的恶性 靠着这样的信念 他几乎是在煎熬中将资料整编完成 最终花费了足足三年的时间 在1997年 张春儒用英文出版了 《南京大屠杀》一书 这本书一经出版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最开始受到影响的 就是美国与西方地区 当时美国将这本书排进了 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并且一度卖脱销 不仅观众备受喜爱 就连当时的哈佛大学 历史系的主任 都曾经亲自写了训言 他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那么这本书写成后 张春儒就功成身退了吗 并没有 随着张春儒的爆红 他遭遇到了让他再也无法承受的噩梦 因为日本一直不承认 甚至肆意扭曲这段历史 所以在人们得知了南京大屠杀仪式之后 日本开始对张春儒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他们先是粗暴指责张春儒 随后又开始污蔑张春儒是非常错误的描写 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 张春儒丝毫不惧怕 公然发言与日本对峙 不过这不但没让日本愿懂服输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报复心理 只因为他揭露了日本在南京的恶性 就遭遇了疯狂的报复 最终付出了生命 日本眼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 于是开始箭走偏风 一些极端分子开始肆意骚扰 威胁张春儒 甚至他还多次遭受到了死亡威胁 这让他每天都仿佛活在阴影中 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为了躲避骚扰 他只能不停地更换联系方式 就连丈夫与孩子的信心 都不敢多透露一句 但是尽管这样 那些人还是能够找到他 并且继续威胁他 时间久了 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变化 母亲每次想要让他停止 但是看到女儿的模样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光是书籍的销量 并不能满足揭露日本恶心的目的 于是张春儒开始 尝试与好莱坞商讨 想要将南京大屠杀拍成电影 不过可惜的是 他商谈多次都没有成功 随后他又开始着手准备 调查日本的另一半黑历史 就是二战期间 美国背负军人遭受日军虐待的历史 此时张春儒的精神状态 已经很不好 母亲非常担心他的身体 曾经多次为他寻找心理医生 只不过这件事 又重新激发了张春儒内心身处的古惧 短短半年的时间 张春儒已经患上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并且每天靠着服用精神药物保持清醒 不久以后 他的母亲偶然间在家中发现了一份枪支许可症 随后张春儒就不见了踪影 并且不见的还有他的那台白色小轿车 母亲心急如焚 所有不好的想法都一股脑涌入脑海 父亲每天都紧皱眉头 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无主 父亲俩开始疯狂的四处寻找女儿的踪迹 又寻求警察局的帮助 找了足足半年的时间 却是一无所获 两人近乎绝望 然而总是怕什么来什么 2004年11月9日清晨 母亲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女婿打来的 她带来了张春儒的消息 同时也带来了她的死讯 随同而来的警官告诉母亲 今天凌晨张春儒开枪自杀 并且在洛斯加托斯附近 找到了他的车跟尸体 尽管刚刚说完 母亲就瘫坐在了地上 随后爆发了死心裂肺的哭喊声 这一年张春儒才36岁 他终于承受不住精神的压力 抛下儿子与丈夫 父母与家人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可以说张春儒是我们的英雄 可是光是给他扣上一个英雄的称号 并不是他付出生命代价想看到的结果 他让人们了解了这段历史 揭露了日本曾经肆意扭曲的暴行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铭记历史 勿忘国旨 请不吝点赞史